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 大胆创新的梅山人 在猪肉的烹饪上 也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独门绝活 提及梅山 便不得不提东坡菜 在众多的东坡菜中 梅山东坡肘子的名声 享誉全国 东坡肘子制作技艺 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优远的历史 闲适的生活 究竟赋予了梅山人 怎样的美食烹饪想象力 东坡肘子极高层次的 口感和味道背后 又藏着当地厨师 怎样的烹饪绝活呢 本地大厨何正宏的厨房里 也许就藏着我要的答案 厨师何正宏 是烹饪东坡肘子的高手 曾经创造过 单日制作三百多个 东坡肘子的记录 东坡肘子名气大 味道好 可不知道做起来 究竟会有怎样的讲究呢 其实有的人吃肘子 就是爱吃肘子皮 对 肘子皮 您这不是就显得很关键了 它才香啊 来 试试 一定要用这个手 来蹬着 蹬着这个皮 对 绷紧了 何大哥告诉我 烧皮的技巧在于 一定要绷紧肘子表皮 这样在以火腔制烤时 才能不留遗漏的 烧焦表皮的毛 初次烧毛之后 一定要放入温水中浸泡 这样有利于打开 猪皮表面的毛孔 彻底清理残留的杂质 这水一凉了 就可以刮了 对 这样就可以刮了 为了保证东坡肘子 细腻润滑的口感 要将肘子皮上的猪毛 清理干净 这一环节至关重要 对于之前小刀 没能刮掉的猪毛 何师傅也拿出了 自己的秘密武器 刮胡刀 再用清水一泡 它就回来到原来的 这种颜色上去 我摸一下 干净吧 光滑了吧 之前是感觉不粗糙 对 现在摸起来是光滑 光滑的 完全两个概念 梅山人烹饪东坡肘子的绝活 便是这一把 看似不起眼的刮胡刀 它可以让肘子的表皮 变得光滑无比 由此将细腻嫩滑的口感达到极致 这完了之后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我这水都烧上了 烧上了 然后就放里边了 到竹肘子那一步了吗 不是 这还是竹肘子的前一步工序 这个需要穿肘子 经过精心处理的肘子 下一步就是穿水 凉水下锅加入葱 姜 花椒 在水升温的过程中 肘子表皮的毛孔逐渐打开 有利于调味料的渗入 同时也能够去除肘子的血污和腥味 穿完肘子之后 在开水中加入白酒 用以去腥增鲜 继续炖煮四个小时 时间到了 肉汤的味道真的是 香啊 太有诱惑力了 对对 它的斗吧 嗯 吹唐可破的这个感觉 这就是这么到位了 技法如此讲究的东坡肘子 在我以为马上就能大快朵鱼的时候 何大哥却告诉我还要再等等 还要再蒸 还要再蒸是吧 对对对 我把这个给您掀开 对 好嘞 走 来喽 蒸上 这得蒸多久啊 这个还得蒸一个多小时 两小时了 那这个蒸一个多小时 我们干嘛呀 调料 还得做这个调味汁 调味是烹饪技法中的必备环节 一味好酱汁是东坡肘子的灵魂 那何大哥炒制的酱汁又有什么独特之处 这个是最关键 最后一步 最关键的一步 然后炒这儿 对 没问题 要满足梅山人鲜香麻辣的口味 一定离不开香辣之魂 豆瓣酱 豆瓣酱是川瑜厨师的锅中常客 虽然都统称为豆瓣酱 但是每一位厨师的豆瓣酱 都有它独特的风味 何大哥的炒汁秘诀 就是他自制的独门豆瓣酱 明辉已经好了 是吧 那肉体呢 好了 时间到了 我来接盖 好嘞 开焦汁 走 哇 你看这个 对对对 他现在比刚才煮完之后更脆弱了 对对对 你看 这精心炒制的酱汁 往刚出蒸笼的肘子上一浇 浓郁的肉香伴随着麻辣之气 瞬间窜进我的鼻腔 如同梅山人火辣辣的热情一般 让人无法自拔 哇 这个太棒了 再来一份 这个肉皮真的是 我觉得是极品啊 对 一定要带到皮 吃这个肘子啊 而且实话只说 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料是不是太浓了 但是吃起来之后发现 料汁过后肉香味才步伐出来 对对对 层次感很分明 这就是正宗的东坡肘子 东坡肘子 东坡肘子在何大哥一把刮糊刀 一份秘制酱料的绝活之下 拥有了弹爽嫩滑的猪皮 满口一汁的肉香 麻辣鲜香的口味 猪肉的美味被释放到淋漓尽致